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蒋介石也顺道在家乡寻找健壮的年轻人 组织一个保护自己的侍卫队 于是挑选了表之王氏和与其他三个蒋姓宗氏的年轻 由他们四人组成一个侍卫队 由于四人中王氏和年纪最大 于是被任命为队长 当时王氏和22岁 在1924年5月 当时黄浦军校建帝 蒋介石便让王氏和救赌 因此他也是黄浦一期的学生 后来王氏和一直担任蒋介石的侍卫 并且在1929年时还救过蒋介石的命 在8月12日晚 一个刺客进入蒋介石在上海的住处行刺 被王氏和当场识破 抓住刺客救了蒋介石一名 刑刺事件发生后 蒋介石下令成立司令部侍卫班 正式任命王氏和卫上校侍卫长 此后王氏和几乎成为蒋介石的家庭一员 蒋介石的许多私事王氏和都是亲历者之一 由于卷入了宋美龄和毛福梅的家庭分争 宋美龄对王氏和心有不满 死后长期误会了王氏和 这也为他日后在台不受待见埋下了伏笔 尤其是在王氏和得罪蒋经国后 晚年凄惨 1949年 蒋介石离开大陆时 并没有忘记王氏和 亲自派人去接王氏和一起离开 到台后蒋介石对王氏和还不错 给他一个国防高参官位 待遇是按照中将标准的 但由于王氏和一家十几口 仅靠一份工资仍难以应付 后来蒋经国又给王氏和安排了一个领工资的闲职 这样一来处境才有所改变 不过这些却因王氏和一个善意的劝诫而改变 当时蒋经国被传流言 王氏和自以为是蒋经国的兄长 于是劝战蒋经国不要惹蒋介石生气 谁知这令蒋经国很是不高兴 随即命令士林官邸的卫士 禁止让王氏和见蒋介石 之后王氏和的待遇也发生了变化 为此王氏和多次求见蒋介石都被拒绝 一直到1960年七月王氏和去世 十年间王氏和再也没有单独见过蒋介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